凉气火灾但您关心 台中市丰园区的一处移工宿舍 在清晨发生火警 警商人员扑灭火势后 从二楼阳台救出了一名越南籍男子 但是他在获救之后却一度想落跑 一查发现他是逃逸移工 另外在彰化县芬园湘的一处透天错社区 在凌晨也窜出大火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还一共延烧了六栋民宅 索性所有住户在第一时间都有逃出来 熊熊大火伴随农烟不断从火场窜出 放眼望去一整排透天错 其中六户陷入火海 消防人员立即布水线 要防止大火再往两侧延烧 1号凌晨12点多 分源乡这处社区发生严重火警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不少住户从睡梦中惊醒 仓皇逃命 监视器画面清楚拍到 可怕的大火就这样一间一间延烧 在消防人员积极灌救下 45分钟内张火势扑灭 索性住户都有及时逃出 无人受伤 在民的安置或者是物资的部分的需求 我们现在不受处这边也都可以提供 当地村长也赶来 将协助受灾户安置 提供需要的物资 至于火警发生原因 还有详细的灾损 有待进一步厘清 另外在台中市风源区 清晨6点多 一处民宅也串出浓烟 警察发现这里是出租的移工宿舍 警察人员感到 确认起火点就在房间的床垫 立即将火势扑灭 并从二楼阳台救出一名越南籍移工 一开始他频频打电话 说要联系雇主 疑似联系不上 居然就想落跑 被远警当场压制 警方第一时间确认 移工身体没有状况后 先将他带回派出所 透过主管机关 确认他就是非法的逃逸劳工 将通知雇主 答案说明 接下来 猫林顺务 成吉杰洪杰明 章话台中 综合报道